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品尝巷弄内的隐藏版美食 七堵男星市场内 有一台妈妈味道的咖喱鸡肉饭 同板架的好滋味 是许多婆婆妈妈的午晚餐首选 忙于服务民众的 基务市议员杨秀玉相当推荐 就算是又湿又冷的冷气团来袭 还是有不少的民众 特别是婆婆妈妈排队来买日式咖喱鸡肉饭 因为这摊的咖喱又香又浓 吃了再三回味 而且只要同板架 就能够吃得到 味道很好很浓稠啊 然后跟人家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别人比较 那个味道比较淡 他们的都比较浓厚 我们很喜欢来买 对啊 几乎天天都会来报到 高手总是在民间 巷弄内有许多隐藏版的美食小吃 这摊位在七堵男星市场内 妈妈味道的咖喱鸡肉饭 同板架好滋味是许多婆婆妈妈的午晚餐首选 忙于服务民众的基隆市议员杨秀玉也经常吃非常推荐 我常常是因为太忙了 所以都是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午餐 那这里的这个咖喱饭真的蛮好吃的 因为它是大概开一年多了 就是感觉就是它的味道是很口口美味 然后也蛮浓稠的 尤其它的那个什么马铃薯 还有那个鸡块都相当的鲜美 我还真的蛮喜欢吃它的咖喱饭 那很多的这个一些消费者 都从那个市区来这边买 吃了之后还回来这边买 我是觉得说很不错的美食 因为我们男星市场这边南北货相当的多 包括一些巷弄内的小吃都是蛮不错的 我希望说喜欢生美食的一些乡亲 也好是外地来的游客 不妨让我们企图这边来逛一逛 我们男星市场这边的一些美味佳肴非常的多 老板表示加入自己的私房调味 调出独有日式咖喱味 他自己的儿子女儿都非常喜欢吃 因此不尝试把这有妈妈味道的 日式咖喱鸡肉饭拿出来卖 让大家品尝看看 我加那个洋葱啊 洋葱就是有炒过 然后融入在汤汁里面 还有加一些蜂蜜 还有自己的配方 应该是说起初是我儿子和我女儿 很喜欢吃咖喱 所以我在家里就会做一些咖喱 然后就想说 把这个好吃的东西啊 让大家分享这样 老板指出除了周一公休 每天早上十点半到晚上七点半都有在卖 欢迎大家来南新市场逛逛南北货 也吃吃看妈妈味道的咖喱鸡肉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在原无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鸡肉人的日常早餐 葱油饼现在也跟着调涨了 葱油饼老店从过去的15元涨到20元 豆浆也跟着调整 业者说一次调涨到位 希望十年内不会再涨 热腾人的葱饼刚出炉 立刻送到客人餐桌上 既用萧山路这间老字号葱饼 是许多人喜爱的老味道 不过从元旦起 葱饼一片调涨5元 原本15元涨到20元 民众怎么看 本身就不贵啊 现在每一样都涨了 对啊 所以还算合理啊 涨5块我觉得 我还是会来吃啦 怎么说口味的问题 一来是口味的问题 因为这家东西好吃 那二来我觉得5块钱 反映一些该有的成本 就是涨5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业者其实很无奈 原物料人事成本都涨 但十多年都没有调涨的葱饼 会一口气调涨5元 除了反映成本之外 也希望能够一次涨足 未来十年都不要再涨 虽然涨了5元 但业者也把饼做大一点 最近就是本来四百 现在涨六十块 变四百六 其实之前都在涨就对了 对对对 还有什么 还有 沙拉油 沙拉油也一桶 本来以前九十块 那一桶要差不多一百四 有人涨价 但有的业者 还在观望 暂时不调整价格 这间仁二路冲饼店 坚持制作新鲜冲饼 原物料涨得凶 但担心突然涨价 会吓跑客人 目前持续抗涨 成本自行吸收 有面粉 加油 还有其类 还有包装 包装之类 这长得很凶 万物其长 民众想吃美味 又平价的铜板美食 荷包恐怕要多付一点代价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导 今年的农历年节 总共有九天 公路总局预估 基隆及北海岸 东北角地区的交通热点 包括了安乐区基金路段 东北角鼻头脚等路段 呼吁用路人要避开易塞车的时间 今年农历过年有九天的廉价 以往基隆 北海岸及东北角都是北北基旅客旅游的热点 公路总局也提醒春节期间 往返基隆及双北地区的中短层旅游 民众不妨多利用铁路和客运避开塞车 公路总局也协调了多家业者 实施优惠的票价让民众省荷包 如果说我们大城公路客运到达我们当地的目的地之后 转成当地的一些相关的市区客运 或是一些相关公司 也会享有一段票 或是基本里程的免费 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在春节期间去出游 使用我们的台湾好行 我们台湾好行目前有44条的路线 那如果使用电子的票证 那会有大概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半价的优惠 那另外如果说到我们的一些宜花东去旅游 那使用我们公路客运在当地注册 在当地我们也会有一些优惠 那使用我们的如果客运的一些票证 那去注册的话 大概机车会享100元的折价 那汽车大概有200元的一个折价 那如果说我们在当地 大概已经有相关的一个租车的一些凭证 那另外也住宿在我们的当地的 一些合格的礼宿业之后 那购买我们的公路客运 那大概会有一些 就是四个人一人免费 那你又回程有箱 200块的一些相关优惠 9天的廉价 公路总局也预估车潮出现时间 年假有9天 那我们预估在海湾的车潮里面 因为离除夕还有两天就放假了 所以那个南下去拥塞的机会不大 比较少 反而是那个大概在过年以后 初二到大年初一到初二这个 返鄉的那个走村的那个 南下车流跟北上车流会比较多 它没有方向性 因为大概就回娘家 然后在收假的时候 大概会集中在那个四号跟五号 因为我们廉价是到六号 所以四号五号的下午就开始会有北上的车流涌进 那我们跟高公局这边有建议横向的联系 那我们台六十一的部分 主要是国一国三的替代道路 我们可以从北部的台北港到南部的台南 这个是不收费的 所以很多驾驶朋友会沿路欣赏我们沿海的观光 然后顺便也会不用钱这样子 公路总局呼吁用路人返乡旅游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开车尽量利用替代道路来避开尖峰时段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而快要过年了 六堵慈奉公不受疫情的影响 连续举办第41年的东令救济爱心活动 发送慰问金外 也分送百米日常生活用品等民生物资 给260户左右的弱势家庭 快要农历过年了 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 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陪同慈奉公主持和主委副主委 以及志工们发送总共将近260户 每户500元的红包 以及白米棉被或毛毯和沙拉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民生物资给弱势民众帮助他们 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前秘书曾怡芳也到场关心 这也是位在基隆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奉公 受到奉赐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连续第41年举办的东令救济爱心活动 这次活动是由慈奉公的玉皇三公主娘 她起的 那一位玉皇三公主娘体谅 人间疾苦 及人间的家庭生活贫困 特别制定在每年的冬季的时候 一定要举办这个重要的活动 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 给清寒的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所谓的团队在伊布隆寺 虽然说要做这三四 大家都是共用 出一村来我团队 我心里的特别也是这样 再来要感谢我们这个公园 和所在的团队 团队说这三公主任 能够活动 要做这个冬季的冬季 伊布隆寺 大家就能快来签 快来什么 慈奉公 每年一年一度的东令救济 那也感谢春宫在男公主带领下 品责着预防三公主主娘的指示 长期来寄若无情 尤其结合我们十方大德 跟我们宫里面的师兄们 一起通力合作 来共同来放放物资 若是民众前来领取东令救济 爱心活动的慰问金和物品 让受到帮助的民众倍感温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基隆市政府公布了 2022年限量版的虎年春联 积善厚德 同时展示了上任八年来 基隆市长林又昌的生肖春联 每年的春联都是亲自构思的市长 也期许虎年的疫情 能够早日结束 国人都能平安健康地恢复生活 基地昌龙 剩八万年 虎又立风 基隆忘来 陆泰康宁 瑞峰安翔 国安家庆 基隆赛厚德 新年快乐 基隆市政府八位正妹员工 与基隆市长刘昌一起展出 从他上任以来推出的所有春联 刘昌表示 每一年的春联都是由他亲自构思 代表对全市市民的祝福 今年的虎年春联 特别挑选基隆厚德 就是彰显疫情期间 台湾与全世界人类展现的良善品德与高贵情操 2015年的时候 那一年是阳年 那一年的春年 是基地昌龙 2016年是猴年 是盛发万年 2017年是基年 是福佑立风 2018年是狗年 喜林忘来 2019年是朱年 富泰康宁 然后2020年是鼠年 瑞峰亨祥 2021年是牛年 国安嘉庆 那今年的春联呢 是基善厚德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两侧 是这八年来的八复春联 我想它代表的是 我对所有的市民 大家的一个祝福 然后也为我们基隆市 还有全国 我们整个台湾来祈福 来祝贺 那今年为什么 我特别选了基善厚德 我觉得特别就是因为 在去年整个奔土疫情 还有包括现在世界疫情 都还在持续当中 那但我们在整个疫情的 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的 我们台湾社会 还有世界上 人类良善的这种 品德跟情操 其实在整个 世界疫情蔓延的过程里面 有非常多的 这些感人的这些事迹 也有很多 包括我们医护人员 舍身 然后去付出 来防疫 那这些点点滴滴 都代表了我们社会 良善的一个力量 刘昌也期许希望 大家能在2022年 虎年都能够行善基德 让疫情早日平复 全国民众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那当然 其实我们台湾社会 人民其实最重要的 觉得有两个 我们的一个 社会上的一种道德 或者是 我们觉得是应该被 敬重的一种品格 其实就是善良 跟我们的道德 所以如果能够在来年 2022年虎年 能够积善厚德的话 相信疫情 能够早日的一个平复 也让所有的人民 能够早日恢复 平安跟健康 正常的一个生活 金融市这种方面表示 今年春年预计 从1月17号开始 透过各区公所进行发放 总计将发送 约15万6千多份 希望将新年祝福 送到所有市民 与家户手中 福福生风 新年快乐 记者张旗藤 记者张旗藤 记录报导 我豁起来 欢迎回到 中佳新闻现场 距离年底选举只剩下10个多月 金融市的选情是逐渐加温了 其中在市议员选举的部分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已经初步确定各区的提名人数 中正区等五区的提名是两席 安乐区是提名三席 另外暖暖区与原住民市 采取保留的做法 以争取市长选举更多的支持力量 最快三月就能确认 各区的提名人选 一大早金融市议员张浩汉 与林敏勋就以大师兄 带小师妹的方式 带着有意参选市议员的 前市长秘书有本名及曾宜芳 在安乐区迈进入口 向市民打招呼 另一位有意参选的立法人 蔡世英前秘书吴化佳 也在对面站入口 距离年底选举只剩 10个多月的时间 金融选情逐渐加温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 已经初步确定各区市议员 提名名额 包含中正区等五区都将提名两席 第一选期中正区的话 因为我们现任的 我们民进党的议员有一席 那所以要因应 那么对上潮流在变 所以我们就有一加一 那么原因就是 我希望说有女性的保障名额 这样 新一中正人爱 这些都当选四席 那当选四席 我们提名两席 那也是刚好是百分之五十嘛 提名过半 刚好一半这样 所以新一跟人爱 我们也是提名两席 那周三区也是一样 那么七五区因为我个人 也是在 当了六届的私议员 那么我想说也应该要交棒啦 那所以我就 下一届我就不再 不再进选连任 那就把这一期让出来 那让我们党内各界 我们来 来 来 有一次出来参选的 那就可以 可以出来 这些来报名 那当然也是提名两席啦 市议员席次最多的安乐区 则将提名三席 另外软软区与原住民 则采取保留做法 向与友好五党级议员合作 争取金融市长选举 最大的支持度 那保留两个字 就是说希望 有市长候选人 如果我们来密 密逆人选 看谁比较配合 我们下一届市长候选人 的这些选举活动 或是选举策略 比较配合的话 那我们就全党 来在论区 就全力支持这一位 由于包括 七土区安乐区等选区 有意参选人数 超过预计提名人数 决定下届不再竞选 连任七土区市议员的 金融市党部主委 苏仁和表示 开放登记后 将先进行协调 协调不成 就会进行党内初选 安乐区比较麻烦 大概要初选的程度 比较高 但是还是要等到登记之后 看人数 看多少的人出来登记 然后我们再做 比较细密的一些协调 然后再提出人选 不行的话 还是一样要初选 七个区总共将提名十三席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已经将各区市议员提名名额送交民进党中央核定 如果一切顺利 农历年后将陆续展开党内登记等作业 预计三月民进党在金融市各区市议员提名人选就会出炉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为了让品德教育向下扎根并协助弱势学生 林旧山普人奖在金融区透过老师推荐以及委员的访试 评选出73位国中小学生颁发5000元的奖金 因应疫情 今年改以电话方式进行访试 希望鼓励这73位小太阳不畏逆努力的面对人生 未来更能成为关怀社会散播温暖的温暖太阳 这种态度就像花的三位一样 会渐渐感染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原章玻璃董事长郑文玉等善心大德 开心的与获奖学者合照 这是林旧山基隆普人奖颁奖典礼现场 由林旧山创办人新到法师发起 迈入第19年的普人奖 希望透过表扬方式 让品德教育能向下扎根 我们是鼓励我们的社会 能够逢扬这个品德教育的部分 那我们在普人奖颁奖到现在 已经19年了 19年里面 我们也是接受过普人奖鼓励的学生有很多 那在整个社会层面来讲的话 是一股很好的一个鼓励我们社会一个品德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他们不一定是因为是家庭清函 因为他们的品德他们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 那经过我们的团队我们林旧山的这些志工团队的家访还有初审 副审 然后评估好了以后 我们每一年才来颁他们的这个奖学金 那到现在已经颁19年了 那每一份的奖学金我们都给予5000元的鼓励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差不多会花放到八九十位近百位的奖学金 在林旧山基隆区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立宏等人积极努力 及老师推荐下 基隆区共有73位国中小学生获奖 由于疫情因素 今年推行委员会委员改以电话方式进行访试评选 这个流程是有初审 初审以后呢就是做一个家访 那实际上我们这些志工大德 他们有深入到这个每一个学生的家庭 了解他的整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那然后再回报以后我们再做一个副审 然后才有今天的一个颁奖 原则上是这样 那我们去到每一个角落看到的话 这些学生确确实实在逆境中 在往上面成长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佩服 金融区普人奖还颁奖表扬 连续三年推荐学生参加普人奖 争选并获奖的十所学校 感谢学校师长的支持 也希望这73位小太阳 未来能秉持良善的心 关怀社会散播爱心 成为照亮世界的温暖太阳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怎样学英文才最快呢 答案是营造沉浸式的环境 中山国校运用外界的资源 请到外师进驻 虽然每周一天 但是以有趣生动的方式 让孩子爱上英文 不少学生回馈表示 再也不怕英文 也不讨厌被单字了 外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让低年级小朋友 自然而然的记住称谓 还不够 记忆要强化 整队出发前往操场 以Angry Ma的投掷游戏 让孩子自然开心的 大喊着学到的单子 我觉得英文很好玩又很好念 老师会教我们单字 所以很好玩 上英文课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再也不会害羞讲英文的 我喜欢英文跟大家一起玩游戏 好玩在可以学东西 好玩在老师很好玩 然后老师会让我们玩很多游戏 老师会教我们很多东西 不同的英文单字 让我上了英文课 真想讲英文了 爱上英文的 不止低年级的孩子 高年级的孩子也一样 在游戏中 孩子专注且自然地开口说 游戏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更重要的是英文 原来不讨厌 这几节课程用的方式 都是采取一些 玩游戏之类的 让我们可能 比较可以把单字什么的记起来 我之前是非常讨厌英文的 是因为这位老师的有趣的教法 让我开始愿意去喜欢英文 让我去更懂得学习 不同年级的孩子 学习方式有差别 记忆的单字量 是外师的教学重点 那我们请到外师来 你会发现他透过一个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对英文不会惧怕 遇到外国人也敢开口说英文 你看看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很自然很natural地去学习 沉浸式的全英语教学环境 有趣的游戏内容 开启孩子对英语的想象 校长想办法引进外来资源 聘请专业外师进驻 让每个年级的孩子 每周都能与外师面对面的说英文 要长久的期间 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外师 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源 必须要长长久久 那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引进 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 期待孩子在课堂中 自然而然地活用英语 开阔国际视野 让港多孩子都拥有双语能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